好,Mr.Wong用10,000元港幣換了人民幣 然後在第二天換了港幣,炒價 好,那發生什麼事呢?第一天看看幣的變化 本來是一對0.83人民幣,現在變成一對0.77 用1元港幣買的人民幣買少了,人民幣是升值,港幣是貶值 那賺還是虧呢?已經可以分到一半答案了 你用港幣,1元就這樣想,1元換了0.83 然後到第二天,你用0.77就換了1元港幣 中間是欠了0.06,0.06 即是你省了0.06,就換回同樣的港幣,一定是賺了 每1元港幣就賺0.06人民幣 在第二天的時候,0.06人民幣 就等於多少港幣呢? 1除2,0.77,再賺0.06人民幣 每1元港幣就賺0.06人民幣 在第二天的時候,0.06人民幣 等於多少港幣呢? 好,他用了1萬,我乘回1萬 大胎就賺了799那麽多錢 這樣就這樣了 第一個音就是,你知不知道人民幣升值 換完之後會賺錢 第二個音就是,不要以為這個是港幣 這個是人民幣 他用少了人民幣換港幣,即是省了人民幣 那我要對港幣才知道他賺多少港幣 我們到來